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就地》這首詞我是非常喜歡的 不知道在座的你們有沒有讀過 那死亡總是從反面觀察一幅畫 此刻我從窗口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 就地重游我急以說出真相 可在天黑前又能說出什麼 引過此雨之悲更半能干渴 與河水一起援引大地 我在空山傾聽 吹敵了內心的烏煙 歲收的天使們從畫的反面歸來 那些鍍金的頭顱一直清點到落日 這裡面是寫舊地 可能是舊地重游或者諸如此類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意想 就是此刻我從窗口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去分析白仙勇的小說 把它作為題詞 就此刻我從窗口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 我用這個來閱讀白仙勇的小說 我覺得它始終是貫揮它始終的一種精神 而這個精神呢 我就把它從這個牡丹亭啊 這個和這個《紅樓夢》啊 這麼一種歷史 同時後來台灣他們搞現代主義 那麼我的這樣一種閱讀 對白仙勇的閱讀 肯定會遭致這個過去那些 所謂的白仙勇專家們的一種 強烈的一種抵抗 那麼恰恰我認為 這個我讀白仙勇的時候 我用的題目是叫做 《沒落的不朽誓言》 他們很難理解我用這樣一個 完全是悖論的一個東西 恰恰是因為是沒落 它才是一個不朽的事業 就是我們傳統中國的文學 本來是可以從牡丹亭 從《紅樓夢》那裡 它有它的一條道路 但是我們進入現代 我們突然間在《紅樓夢》那裡 我們就陷落了 我們就衰敗 但是我們進入了現代 然後是白話文學 那麼我認為白仙勇呢 是可以 是以他的一種獨特的方式 是接通了 從《湯賢祖》到《紅樓夢》的 這樣一個邁國 但是我看白仙勇自己 在接通這個邁國的一種進程當中呢 在台灣的七十年代 他也進入了《高現代派》 所以寫了《尤原驚夢》 我重點就是分析他的《尤原驚夢》 所以我認為 《尤原驚夢》的 這樣一個現代主義 是他的 這樣一個本來是 沉積了一個沒落的事業的時候 他重新被西方俘獲了 他掉落了一石流的一個陷阱 所以我對他的分析是這麼來分析的 當然我這樣的分析 《尤原驚夢》被推為 白仙勇的最傑出的小說 是吧 那麼同時也是 台灣整個現代主義的 巔峰之作 那麼我恰恰認為 他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肯定會造致 台灣的這個頑強的抵抗 是吧 要反攻大陸 那麼 實際上呢 我覺得 我是 對白仙勇其實是評價是非常高的 我恰恰認為 白仙勇他有可能開閉出另一條道路 當然實際上也是 像白仙勇寫到 《尤原驚夢》之後 他的現代主義的實驗 他沒有進行下去 如果是台灣的小說 要從那個道路上去展開的話 漢語小說 他沒有出入 所以基本上 台灣的現代主義 如果說是登工製作的話 白仙勇自己在 《尤原驚夢》那裡 他也止步 是吧 他也止步 也陷落 我說是陷落 當然這是題外的話 我 讀白仙有個小說 我就有一個意象 就是 此刻我從窗口 看見往年前世的落日 我是作為我的一種題詞 所以這一點 確實可以看到 這個 北島寫出的那樣一種心境 大家會看到 在我的書裡面提到 歐陽江河 包括陳光偉 他們都提到中年寫作 其實理解中國當代的文學 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也好 大家應該要注意到這麼一點 就是 我們直到今天 我們中國的作家 才有中年的 不知道大家理解嗎 就是我一說中年 其實中國白話文學 它是個青春文學 在整個白話文學中 都是青年作家 那個時候青春年少 二三十歲 郭沫諾寫這個 《女神》的時候 那才多少歲 《中白華》編 《少年中國》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都是青春二三十歲 三十多歲 了不起 魯迅先生在那個時候 是算老人了 魯迅到了四十多歲 那些老人了 再看看左翼的那些作家 蔣光祠中央那個時候 都青春年少 那麼到了1949年之後 突然間我們要重新 向共同兵學習 他本來所集累起來的經驗 都要發生一種很大的改變 那麼八十年代 又變成兩波了 歸來的右派 和知青歸來的群體 一波是耽誤了青春 一波是基本上是荒廢了 大半輩子 所以直到九十年代之後 中國的作家 才有一個持續的一種協作 到今天 才有一批 五十多歲的人 四五十歲的人 還在寫作 所以像蔣明華 莫言 劉振宇 是吧 所以我說這些作家的 王恩與鐵寧 是吧 這些都是五十多歲了 所以中國作家 在整個現代文學的進程當中 他到今天才有一個中年了 所以詩人也是 只有這些歐陽江和西川 王家現在都五十多歲了 大家想一想 我們的詩都是 就是愛青寫這個大燕河 那才多少歲 是吧 田間寫詩的時候才多少歲 是吧 十七歲 田間就畫到作 寫 他的那些 非常激烈的那些 如果我們不去戰鬥之類的 就二十一二十一 都是青春 是吧 青春寫作 你想想 曹宇寫那個話劇 那些東西 八千寫《江山丘》 《吉兜三文學》 它都是青春文學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像歐陽江和他從中年寫作 陳光偉他們從《歲月的遺照》 從這個地方去理解 也是非常不一樣 漢語文學他 在這個意下 今天他才發生一個變化 所以前幾個月我寫過一篇文章 我現在這個題目都忘了 叫做什麼來的 嗯 我經常喜歡的文章 那些題目都忘了 就是我就說 到今天還有文學呢 才進入佳境 就進入佳境 就它才剛剛出現了一點苗頭 所以這是我和大多數人看 文學在今天 是以死也好 垃圾也好 但是向死而生 但是恰恰 他剛剛 或者我就說 就是向死而生 或進入佳境 就是說 我這個題目 我知道 就是《絕境》 或進入佳境 《絕境》也是向死而生 我剛剛出了一本書 等一下 哪位同學 就叫《向死而生》的文學 但是知道我為什麼要天天躺死 是吧 這個 是我這個人要早死了 是吧 這個 一個是叫做這個 不死的純文學 之後我又有這個 向死而生的文學 我實際上 對中國當兵文學的這樣一個評價 是建立在這個一個前提之下 就是它是垂死的 那麼它是向死的 恰恰是向死的 它要活過來 你想它要有多大的生命力 它要做出多大的努力 所以在這個意思上去評價它所完成的一種成就 所完成的漢語文學 今天所達到的一種成就 好 那麼這一點也是 我覺得這句詩確實對於我來說是具有巨大的一種象征意義 它幾乎是放置四海而接著 就是我幾乎會用這句詩去理解我們面對的那樣一種事物 包括像文學也是 文學發展到今天 唯獨我就想起北島這一句詩 此刻我從窗口 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 我不知道 其實我在寫這樣一種書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它這一首詩 就會想起這一句詩 當然要仔細去分析這首詩不是我今天 這個時間是肯定是不允許 確實這首詩裡面包含的東西非常豐富 非常的這個 非常有一種強大的一種表現力 那麼也寫出了這一代詩人他們的一種痛楚 其實也是一種悲哀和一種衰敗 引過此語之悲更讓人干渴 所以大家會理解我把90年代之後的詩稱之為 語詞和敘詩 走向語詞和敘詩的第三代詩人 其實到海外的這句詩人也是一樣 引過此語之悲之後更讓人干渴 與河水一起援引大地 我在空山傾天 所以大家看到 剛剛這裡有古典詩詩亡為的那類的那種意境 空山只有吹地了內心的霧焰 所以這是一種非常 作為一個詩人 在一個中年的 在漢語詩歌 企圖抵達的最後的那種意境 最後的那種意境如同空山 而詩人如同一個吹地了 但大家發現突然在這裡出現一個反常 它非常大的一個詩語 就是睡收的天使們 從畫的反面歸來 這個用法太強大了 這個我倒是覺得 大家看到死亡種的時候 反面觀察一幅畫 睡收的天使們 從畫的反面歸來 那些賭金的頭顱 一直傾典到入耳 我覺得這首詩是寫得非常棒的詩 這些詩語你說 要缺切地去闡釋它 要缺切地把它的意思跟它拉平 獲得模濟性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你感到一種震盤 感到一種力量 感到它內在所激發出來的 那種失意的 是吧 那種失意的 能夠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大家會覺得 如果說一首詩寫得好 這些詩語用得好 它匯集起來 它的力量會奔發出來 是吧 比如像剛才 我會說歷史那個詩用得不好 就覺得這些詩語 在這裡的時候 它沒有往前推進 或者說它沒有更大的能量 反倒突然間 被一個東西壓住了 被一個更為 它本來是可以虛的東西 結果被一個更實的東西造住了 所以我是那麼的理解 那麼這些詩呢 我們可以看到 北島在這個時期 它的一種心境 離開出國之後的 這些詩人 在他們詩裡面 仿佛沒有關於中國的經驗 這也是我們後面 討論多多的詩的時候 我們可以略為的體會到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其實不斷的要陳述的 都是詩人和自己的過去的歷史 是吧 和祖國的 國家的 離開國家的 那種傷痛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詩裡面 它的那種 中國的經驗顯得非常非常的隐晦 非常非常的複雜 同時是非常深切的 來吧 野蠻人 請加入這一場地說 這預定的時刻 謙卑的火焰 變成他鄉之戶 我們另有四方 總是從下一刻書出發 返回 為了命名 那路上的憂傷 咦 這句 不是對著這裡 應該是對這裡 是對這裡 刷在下一刻書 應該是對這裡 是 是連那個 應該是下一刻書 我這個可能接 接PBT也接錯了 工作呢 有些詞語寫得好 但是 這首詩呢 寫得非常的 寫得非常機智 寫得非常機智 但是 震撼性不是那麼強 而與它的影子競賽 鳥變成了狐狸聲 這確實非常有 非常有哲理 是吧 鳥飛過天空 與它的影子競賽 鳥變成狐狸 並非偶然 你在風暴中選擇職業 是飛艇裡的詞 古老的記憶中的刺 開窗的母親 像舊書裡的公主 主人公 像舊書裡的主人公 哎 我覺得 我剛才唸錯了字哈 我覺得開窗的母親 像舊書裡的公主 是不是更好一點 是吧 我覺得更好一點 是吧 從這個節奏感來說也更好一點 是吧 展開秋天的折扇 如此耀眼 你這不孝之詞 用白雲擦洗玻璃 擦洗玻璃中的自己 哎 這一句挺好 是吧 那這些事呢 當然很機智 原因在哪 原因在 其實這個事呢 比我還年輕 四五歲 或者五六歲吧 我想他可能不能夠 那個時候 我和他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七八年前的事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可能是不能理解 白島這些事的這種 這種意見 但是我能理解 所以他會覺得 那種心境 那種蒼涼的 荒涼的 中年 對悲異和虛無的 那種恐慌 他不太能理解 但是我能理解 我覺得像這些詩 很機智 非常的漂亮 同時寫出各個 經驗中的 那麼細小的 那麼細小的 一種差異 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修辭很漂亮 是吧 前面有開窗的母親 然後擦洗玻璃 有不孝之詞 是吧 但可以看到這個 修辭勾臉的 非常的巧妙 擦玻璃然後 確實擦洗玻璃中的自己 你還能擦洗什麼呢 你能擦洗去灰塵嗎 你能擦洗去歷史的塵塵嗎 你能擦洗去過去嗎 你只能擦洗的是 玻璃中的自己 那一個虛幻的自己 其實 你甚至永遠擦不去 不想 不信 大家在擦玻璃的時候 不擦看看 你擦得了玻璃中的你自己嗎 擦不了 我喜歡 我喜歡讀他這首詩 像鏡城中的一段 日浮一日 苦難 甚至偉大的事業般衰敗 像一個小官鳥 我坐在我的命運中 點亮 孤獨的國家 這個詩 出現國家 我倒覺得可以 因為前面一直有很大的東西 是吧 很大的東西 國家無其而知 日浮一日 苦難 正不偉大的事業般衰敗 連苦難都衰敗 像一個小官鳥 這個小官鳥坐在自己的命運中 小官鳥還有什麼辦法 坐在自己的命運中 對於小官鳥來說 自己的命運就是自己的國家 是吧 他就在自己的命運中 充當一個國王 我覺得 這種東西寫出的 對於人生經驗的那種開決 對思想的開決 我覺得非常強 這不是哲學所能達到的 所以 某里斯坦說 我也很欣賞 海德格 海德格 他最後做一個那麼富有思想的責任 是吧 他最後認為師 大家不要認為這個 對於從康德以下的這些哲學家 當然 柏拉圖是認為 那麼 藝術是現實的模仿的模仿 是吧 他是現實藝術 但是康德的批判 三大批判 判斷的批判是最高的批判 就是海德格爾的美是最高的境界 詩是最高的境界 他覺得讀了赫爾德林的詩之後 詩是包含了什麼 天地人神 四處世界 在這裡 在這裡 哲學 宗教 思想 文學 全部匯集在一起 正如天地人神 匯集在一起啊 所以在這些作品當中 你可以感覺到 它是詩 是語言 是文學 但是 它是哲學 是宗教 是信仰 是生命 所以有時候 詩所給人的一種 力量 它是 別的東西所不能抵達的 所以海德格爾就是 最後讀了赫爾德林的詩 那還要哲學幹什麼 哲學 永遠也不能抵達詩的 這樣一種境界 好 這個其實 北島的詩非常非常的 豐富 非常非常的 深刻 我也喜歡它後期的詩的 那種 那種 豐富 但是 便宜和豐富的詩想 但是 時間關係我不能讀 大家讀一下 我這個 裡邊應該 看一下書 因為北島 我想 我還是寫得比較充分 那麼這裡邊呢 像我書裡面有一段 是這麼寫的 就說 北島關於變得醒來上學 演變為詞語修詞學 一種修詞學的秀征風景 這是欧願江河說的 它捕捉的那些詞語 總是面臨能子與所指的分離與轉換 這使那些像根和隱喻 構成的人子世界與所指的科技世界 形成一個巨大的空間 這正是北島需要的空間 它不再僅只是在歷史的空場舞蹈 它同時在修詞學的超限制主義的灰藍裡 灰藍裡 飛沿走壁 這是它避免的進入那個隱秘的深度 修詞學的快樂 總算拯救了北島 在這個與病盛開的年代 北島又一次走在時代的前面 與病盛開 這是北島的一首詩中的一句話 所以我這樣的話 你們盡量的用它的話來描述它 楊鍊因為時間關係 我本來想是一節課講完這一些 但是現在後面還有多多 楊鍊我就不多說了 楊鍊的詩呢 後來他自己非常樂衷的這個《義》 出了一本書《義》 他說《義》是他自己深造的一個詞 他其實真的寫在他詩裡面的《義》 不是這樣的《義》 就是說字典裡面 電腦裡面都找不到的 就把這個《義》的這個 反正變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那個變 到底有多大的必要 他認為非常有必要 因為電腦裡頭寫不出來 大家給你書書館借來看一看 漢語說得非常好 他呢 博書論文就是寫 多多與中國的地下施隔運動 那麼那個博書論文寫得不錯 他就通過多多一個人寫出 那個時期的中國的地下施隔的運動 但是他對多多後期出國之後的詩的一個理解呢 我在這個書裡面和他有一個討論 他認為多多後來的詩呢缺乏中國經驗 我覺得這個我是不太同意的 我覺得他後來的詩呢還是有非常充足的中國經驗 那麼這些外國漢學家呢 對中國的作家和詩人的研究呢 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事件 就是如果說在他們的詩中呢 能夠看到更少中國經驗呢 他們就認為他們更具有世界性 這個那麼就更具有如何如何 我是不太贊成這樣一種看法的 也包括我引到他的這個阿姆斯勒丹的河流 十一月陸夜的城市圍繞阿姆斯勒丹的河流 突然我家受傷的橘子在秋風中晃動 我關上窗戶也沒有用 河流倒流也沒有用 那香港珍珠的太陽升起來了也沒有用 歌曲像鐵屑散落 沒有男孩子的街道 後來就寫了空貨 秋雨過後 那爬滿渦牛的屋頂 我的祖國阿姆斯勒丹的和尚 緩緩流過 那麼多多的詩是非常抽象 非常玄妙 然後充滿了象征 當然你可以看到他的詩裡面呢 依然是有一種非常深的一種思念 祖國的思念國家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 思念國家就是好事的 不思念就是不好事的 愛國就是好事的 不愛國的就不是好事的 我覺得愛國主義不是一個思想的 藝術的一種優越性 或是反 我不論是這個 我覺得詩倫是愛人類的 詩倫 當然大家會說 你都不愛祖國怎麼愛人類 不愛人類怎麼愛祖國 這東西我們都沒玩 但是我覺得 這個祖國這個詞是非常複雜的 它既豐富又複雜 那麼其固定的微妙 多多他因為很多年 1989年 他正好1989年 他出國 出國呢 他一下飛機 就被記者包圍了 因為他大概是六月五六號 1989年的六月五六號出國 大家理解嗎 所以 我也忘記了他具體的時間 總之就是說 六四之後中國飛往阿姆斯特蘭燈 唯一的一班飛機 就這個意思 他一下飛機就被記者圍入 圍入了就問他 那問他 他當然他就說了一通話 當然說了一通話之後 那麼當時記者有包括大色國際的 那麼一些記者 各種各樣組織的記者 國際組織的記者 然後他說了話之後 這些話就在各種電台上 各種報紙上媒體上報出來 然後他就不能回歸國了 他有好多年 那個1996年 1995年我到荷蘭 我在雷頓住了一年 就是離他的家非常近 經常 我們兩個經常在雷頓的那個 河邊吃飯 河邊喝茶 喝茶吃飯 那麼當然 我很理解他的一種心情 就是詩人的一種心情 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覺得做一個詩人 他一直不能回國 他是有他的一種苦惱和痛苦的 後來因為他父親定規 那麼允許他回國來談情 那應該是九幾年之後 應該是九八年 九七年 可能九七年底 九七年底 九七年或者九九年我也忘了 他回來過一次 後來兩千年我又去過荷蘭 然後專門又去看他 到他家裡去看他 所以我感覺到他的內心 其實有他非常複雜的 對國家對 對 對 祖國的某種某種某種情感 這種情感 確實他表達了 用詩的語言他表達了 非常的隱匯和複雜 這裡 沒有 沒有影 這裡 PPT裡面沒有做那首詩 就是我這個書上 有一句就是 關於多多的詩 我很喜歡那一句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這是 464頁哈 呃 他是九八年發表的 這個 早年的情文 就是多多非常喜歡用馬的意象 我在這裡講到 他幾乎每一行都在說馬 所以這裡可以看馬的形象 與蜂人的形象的 互相置換 我覺得 這裡表現著詩人的 企圖去認識自我的不同的策略 我這裡引了幾句啊 教我怎樣 只被他的上唇聞到時 蜂人正用馬 長在兩側的眼睛 觀察了夜空 只是沒有運馬的船了 多遠的地方都沒有了 還有風冷的淚 只是不願再含於馬的影況之內 為風冷點煙的眼裡 螞蟻帶著淫灌 尋找外天間的思緒 帶我走 但當此雨留下 所以 多多寫這個詩的時候 他其實頭髮不白了 他頭髮白得很早 現在已經是滿頭白髮 你可以看到這首詩裡面 寫馬寫風的 和他的自我所構成的那種關係 風怎樣折一次 光舊 不是最快的嗎 你臉上還有一陣 就是迷失於尋馬地裡的迷茫 確實這些詩呢 給人了一種 非常痛楚的 那樣一個順月流逝的感覺 別的詩人我就不多談 我就說 如果說要討論這麼一個詩 就是九十年代的中國這些 在海外的詩人 他們的中國經驗 這個問題要走出 是吧 這個也一度是一個 學術上的一個小的 引起大家興趣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只是在這裡提示一下 是一個小的 不早 唯一 進去 感谢观看